今天穿這樣 今天要去染髮 還蠻久沒弄頭髮 應該有兩個月 超過兩個月吧 那總之現在頭髮就是 長出很多 要去那邊再排清楚一點 那就這樣 出門 好我每次都來這 Cady hair 好他們的空間呢 就是有改過 跟我以前 一開始來的時候稍微有不同 反正變更舒服就對了 結果發現我四個多月沒來 他說我上次是12月 然後我現在已經四月底了 好像整個髒也出來 然後今天就是想要做 比較明顯不一樣的造型 好希望今天的結果 會有我想的特點 挺好吃的 吃飯 好了 謝謝 生長 吃飯 沒有 有 You know everythi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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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 我想的有點不太一樣 你說顏色是 它還在掉 我本來沒有預計要怎麼做 有夠遊覽 兩大片不同的燃寸 十九阶 experience You sterilize in your waist Never liberate me 回顧一下我的頭髮 我一直以來就是可能一陣子就喜歡做一些改變 我的髮色也是變化還蠻多次 而且好幾次都還蠻跳通的 懷孕期間大概十個月沒有弄吧 然後後來生完也是大概半年的時間沒有弄 但是在餵母奶的期間 其實就是有些活動或是要出去啊 然後跟朋友聚會什麼的 還是會打扮自己 然後就是自己做一些造型 然後自己變化什麼的 後來就是覺得要弄的時間就還蠻久的 才決定我要去染髮囉 然後就是再去剪短一點 然後染成紫色系的 然後紫色系的頭髮 桃紅色系的頭髮就是有挑染一點 挑染一點其實還是蠻喜歡做一些捲髮 然後或者是做不同的造型 或者是綁髮編髮之類的 用了一陣子之後呢 發現我還是很想變一些不同的感覺 突然然後就去染了一陣頭的粉紅色 然後一陣頭的粉紅色其實沒有辦法維持很久 接著因為就是有飄的地方嘛 弄成就是有一點灰燻衣草紫的那種感覺 好像對紫色還蠻迷戀的感覺 乾燥紫色系之類的就是維持了好一段時間 那只是頭髮就慢慢慢慢剪短 然後剪短他又長了一點 剪短又長了一點 就是這樣子巡會 剪短就是有一種回不去的感覺 維持了好一陣子紫色系列的 後來才換了一些稍微偏冷色系的 然後冷色系之後又突然不知道為什麼想來暖色系的 然後暖色系就是跟冷色系在那邊交錯 後來呢就用有點挑染的方式 冷色系跟暖色系在一起的感覺 藍色系有一些髮色感覺好像也還蠻特別 有一點個性 本來呢沒有想要用紫色的 就覺得紫色期間其實也還蠻久了 但是呢看了一些圖片然後跟設計師研究一下 然後就決定 欸薰衣草紫跟橘粉色系的感覺也很不錯 然後暖出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當時很滿意 非常喜歡 然後後來變色 突然就是建議我一個小鹿斑米色 小鹿斑米色 其實跟我想像的有點不同 但是就是枕頭的色系就比較統一 自從長髮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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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剪成短髮之後 短髮的顏色跟造型也是還變化蠻多的 那這次呢就是變比較不同的 我就跟那個我的髮型設計師討論 我說欸我這次想要做兩邊不同的感覺 兩邊不同的顏色也可以 因為短髮就是在造型上面有的時候 拍照會喜歡撥這邊 然後活絲布另外一邊 營造不同的感覺 如果說真的要很特別的顏色 必須要枕頭漂白 但是因為我頭皮很敏感的關係 所以我就放棄枕頭漂白就對了 但是這次就是還蠻明顯的兩個顏色 一個比較紅一點 然後這是有一點粉色帶 一點點綠的元素在裡面吧 就總之是比較淡 比較鮮豔 然後這邊比較玫瑰乾燥色的那種感覺 不過兩邊就很不同 然後會看到我有一絲一絲那種顏色有沒有 就是有漂白過的 我以前有抓好幾根漂白 不會就是碰到頭皮的那種 就是可能從這邊開始漂白 顏色染上去之後 這些漂白的地方就會蠻有層次 然後還蠻美的感覺有沒有 這一次頭髮剪斜的 同時呢我的造型是 就是還蠻喜歡我會去做一些變化 久違的暖色系 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種顏色會讓皮膚看起來比較白 這邊有用電棒捲捲過 還有一點捲度在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沒有的 如果說兩邊都沒有捲 就會非常明顯 寫下去 短髮造型上面很容易就是 可以弄得很好看 又很俐落有型 不過兩邊兩邊都有不同的感覺 這種感覺的話我就還蠻推薦的 就是它兩邊的顏色 是不會落差到這麼的大 但是你不過兩邊兩邊都有不同的感覺 或許大家可以嘗試喔 喜歡有新髮型嗎 其實我還在習慣當中 我一直以來都會去的 就這樣可以的 一直以來都是 給褲子做造型 然後這一次呢 因為褲子太忙了 我就覺得我很久沒有弄了 應該四個月有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只吃那麼久 就想說要改變 但又不知道要改一改變什麼 然後等等呢 就現在突然就想說 喔那我趕快弄 總之這一次呢幫我弄的是 通常都是在Cady Hair 幫我弄的女生呢 她在去年去那個西班牙的世界大賽 她染髮的作品拿到就是世界冠軍 超厲害的 總之她的染髮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如果你還沒有找到很滿意 或有想要有不同的嘗試 那或許可以去這家看看喔